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格道跟那个高速的这个区别 然后还有一点 内蒙这边的格道全都是收费的 你进一个收费站 收的也不多 一个收费站大概是15块钱左右 一个收费站 然后感觉这个钱呢 我觉得还是出的比较实在吧 因为路还可以 出点钱也无所谓 你格道 但是格道这个比高速还是要发达 那毕竟只要路好一点 出点钱 你服务做好一点嘛 是吧 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然后格道两边的这个风光也不错 两边都是草原 对面就是蓝天白云 山上就是风车 白色的那个风力发电的风车 在这种路上支架 就是确实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上面还有服务区 服务区 新的服务区 里面加油站呢 还有一些厕所啊 一些生活设施啊 里面全都有格道 就跟我们那边的高速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限速60 但是限速60的话 没人跑60 基本上都是80 100 但是跑60 80 前面要搞一个限速 像我们那边的话 隐藏隐藏之法 隐蔽之法 那手拔了 那中招的就会很多啊 但是我看一下这边的路两边 水啊电都不是很方便 交进来好像也没有我们内地那边的 像我们南方那边的交警 那么努力 那么勤奋 黄泽到瑞蒙最大的感觉啊 就是这边的话接水不是很方便 就像山西啊河南呢 你进湖去加油的时候 他就给你把那个水给加嘛 还有加水的地方 嗯 这边的话加油站 很少有那个加水 免费帮你洗车的 前面500米有一个收贵站 这个感觉这个收贵站 有一点 他密集了 因为我们从那边过来的话收了 是500块钱 到了这里的话大概会觉得 应该也就跑了是五六十公里吧 五十公里吧 五十公里左右 五六十公里 又有一个收贵站 五十公里 五十公里 Five Five 前面这个货车 都是承重的 它有一个磅秤 存下重量 以后给你算多少钱 有些国道的话 像那个黎天基 黎特一样 那个国道都压下去了 被货车 我们看一下这边 的话我们的车多少钱 多少钱 这家边15元 我们前面给了个15块 这边又15块 15 这个15块跑多元可以 我们往高速走 这边的话还可以跑多元 可以跑50公里吗 15块钱 可以跑50公里吗 可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国道怎么样 这个路况怎么样 这黑的这一边 就是货车走的 压 这个路稍微烂一点 这个白色的 就是小车的 这颜色浅一点的 就是小车跑的 路还可以吧 新竹六十 我要超速啊 这个路稍微烂一点 这个路稍微烂一点 就是小车的 是小车的 这个路稍微烂点 就是小车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